随着电影《泰坦迷克号》的问世 当那艘大船沉下去的那一刻 主题曲《我心永恒》永远定格在歌迷的心中了 歌手西林地翁也一度被奉作了歌坛女神 而如果能够亲耳聆听西林地翁出神入化的唱功 也成为了很多歌迷的一个夙愿 12月1月西林地翁的巴黎演唱会就是引起了轰动 我们作为唯一一家中国媒体受到的邀请 在现场记录下了舞台里的精彩 来看一下 继2008年巴黎贝尔西体育场六场个人演唱会之后 西林地翁又再次来到了巴黎 这次她将在这个能容纳一万七千人次的体育场 连续举办七场个人演唱会 演唱会八点钟正式开始 当记者六点钟赶到体育馆的时候 热情的粉丝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入场了 颇夹带口的 碰着盒饭的 准备齐全的 粉丝们各个精神饱满 你会看到森林地翁吗 是的 完全是第一个人演唱会 这不是森林地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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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森林地翁有多少个人呢 今天 至少14000 虽然距离演唱会开始还有两个小时 入口的观众已经门停弱势 为了一睹女神的真容 听到美妙的歌声 哪怕黄牛票价被炒到两三百欧一张 粉丝们也在所不惜 演出当晚 森林地翁一席白色连裤出场 飘逸的沙尾从肩上垂落 空灵的嗓音再现女神歌喉 两个半小时的演唱会结束后 赏钱粉丝不舍离去 离三层外三层的守在体育馆外 片刻后 森林地翁的车出现 虽有两辆警车开到 但粉丝的热情拥堵 顿时造成现场一片混乱 短短50米 森林的车 整整花了半个小时才离开 这边演唱会热火朝天 那边森林地翁家 却遭遇了婚变传言 近日新华网人民网 纷纷转载一则报道称 今年45岁的森林地翁 与71岁的丈夫雷妮感情生变 报道援引美国国家询问报的说法 成两人最近出席活动时 互动很少 十分冷淡 而西林迪翁也不再 配来她的婚戒 雷妮和西林迪翁的结合 一直是圈内一段佳话 当年西林迪翁义无反顾 嫁给了大她26岁的雷妮 并在雷妮身患癌症时 不离不弃守护在她身边 两个人拥有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 几乎形影不离 为什么你哭了 你哭了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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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政当外界对于习近黎翁隐私离婚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 习近黎翁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否认了他婚变的消息 微博上也有网友称 其实在习近黎翁的法国演唱会上 雷尼一直陪伴在妻子左右 无论真假是非至少目前看来 两人并没有感情破裂的迹象 娱乐新的地巴黎独家采访不到